欢迎大家收看突发与现场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李强刘鹤丁薛祥送花圈 商汤汤小欧告别仪式高规格 原万达总裁丁本熙被传失联 人联系上了 甘肃地震已至127人遇难 暴风雨般的水域 红海袭击导致中欧集装箱运价飙升 香港将寻求28.4亿港元的资金支持芯片研究所 孙东 中国和俄罗斯可以为世界带来正能量 李总理表示 不要禁止向勒索软件团伙支付赎金 网络安全专家表示 尽管波罗的海港口停工 俄罗斯的原油流量仍然保持强劲 请大家收看 甘肃地震已至127人遇难 综合新闻 中国甘肃省18日深夜发生规模6.2地震 截至19日傍晚 地震累计造成127人死亡 700余人受伤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已率工作组前往灾区 张国清晚间主持召开会议 表示各有官方面 要坚决贯彻落实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重要指示精神 按照总理李强批示要求 全力以赴做好抗震救灾各项工作 李强刘贺丁薛祥送花圈 商汤汤晓鸥告别仪式高规格 综合新闻 汤晓鸥告别仪式上午在龙华殡仪馆大厅举行 大批民众冒雨送行 国务院总理李强 常务副总理丁薛祥 上海市委书记陈基宁 前全国政协主席于正生 前政治局常委李澜清等中央领导人 都致送花圈 一众道场吊咽汤晓鸥的人 无不对汤的离世感到惋惜 复旦大学博士生包同学是汤晓鸥教授的学生 在他眼里是汤晓鸥是一位慈爱的父亲 严格的教师 智慧的科学家 汤教授知学方面非常严谨 他鼓励我们要做有原创性一流的科研 要用具有前瞻性的战略思维 所以他才能带出非常多优秀的学生 上海科技大学延尔学生王同学 是听到告别仪式的消息后 自发前来调研的 他表示 自己曾经读过一些汤晓鸥教授的文章 对他的为人处事和做科研的风格非常敬佩 他的离世 对搞科研的人和正在创业的人 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汤晓鸥也是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2001年创立中文大学多媒体实验室 2014年同学生一起成立商汤科技 同年发布的人脸识别算法 首次超越人脸识别能力 商汤科技2021年在香港上市 汤晓鸥成为科网富豪 他同时是现任全国政协委员 特首顾问团成员 习近平访问毛泽东纪念堂 安排已曝光 综合新闻 12月26日是开国领袖毛泽东130周年名诞 中央将隆重纪念 毛主席纪念堂昨天发表重要公告 因工作需要 12月24日至26日上午 毛主席纪念堂暂停开放瞻仰 26日下午纪念堂开放瞻仰 国家主席习近平12月26日上午预料将率领中央领导人 前往纪念堂瞻仰毛泽东以荣 随后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座谈会 并且发表讲话 高度评价毛泽东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已在《求是》杂志发表题为 永远铭记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的文章 原万达总裁丁本熙被传失联 人联系上了 针对万达酒店发展非执行董事丁本熙失联 并避免董事职务等传言 知情人士星期二12月19日回应说 是因为个人信息变更等客观原因造成 对于万达酒店发展等次更换董事 知情人士则说 原因是丁本熙退休之后到期正常更换董事 综合21世纪经济报道和财联社报道 万达酒店发展星期一18日晚发布公告称 自今年9月1日起 董事会无法与非执行董事丁本熙取得联系 因此自9月1日起 其未履行非执行董事之职务 万达酒店发展董事会 当天决议召开公司股东特别大会 根据公司经修订及重列的公司细则 免去丁本熙非执行董事职务 知情人士星期二说 万达酒店发展本次更换董事 原因是丁本熙退休后到期正常更换董事 公告指未能联系到其本人 因为个人信息变更等客观原因造成 不存在网传揣测的情况 该人士还表示 目前公司已和丁本熙取得联系 公开资料显示 今年68岁的丁本熙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 曾任香港易峰集团房地产投资公司总经理 大连峰原房地产公司总经理 大连远洋公司总经理助理 万达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 2001年起 丁本熙先后任万达商业管理开发 有限公司总经理 万达集团高级副总裁等职务 2009年至2020年任大连万达集团总裁 2020年1月3日 丁本熙从万达集团总裁的职位上退休 万达酒店发展为万达集团旗下 负责酒店业务管理的轻资产公司 于2014年借壳上市 丁本熙曾长期担任万达酒店发展董事会主席 2021年4月 丁本熙退任公司主席 留任非执行董事一职 以暴风雨般的水域 红海袭击导致中欧集装箱运价飙升 南华早报 由于胡塞武装分子在红海地区发动袭击 全球航运巨头将集装箱船只改到金豪旺角 导致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运费飙升 包括CMACGM、马士基、地中海航运、中远和长荣海运在内的航运公司 已暂停通过埃及苏伊士运河的航线 选择金豪旺角的替代航线 将使亚洲、北欧航线的西行航程增加约10天 并导致运费进一步上涨 香港将寻求28.4亿港元的资金支持芯片研究所 孙东 南华早报 香港当局正在寻求28.4亿港元3640万美元的资金 已建立一个专注于发展半导体技术的研究机构 香港创新局局长孙东告诉立法会议员 该机构不会受到美国领导的对中国大陆芯片设备出口限制的阻碍 并且中国大陆对第三代半导体设备的国内生产活动将减轻西方限制的未来影响 该机构将建立两条主要的市产线进行碳化硅和氮化加的研究和测试 这两种化合物在新材料技术领域有着很大的潜力 中国和俄罗斯可以为世界带来正能量 李总理表示 南华早报 中国总理李强周二告诉俄罗斯总理 中俄将扩大经济和能源合作 为世界带来稳定和积极能量 据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台报道 双方在两国政府首脑年度会晤上同意扩大双边贸易和农业合作 共同维护两国能源安全 加强互联互通 增进交流和地方合作 确保产业和供应链安全稳定 不要禁止向勒索软件团伙支付赎金 网络安全专家表示 华盛顿邮报 根据Cyber Security 202进行了一项调查 74%的网络安全专家反对禁止向勒索软件团伙支付赎金 而剩下的26%则赞成 赞成禁令的人声称 如果组织无法支付攻击者的赎金 那么攻击者就会失去犯罪的经济动机 然而 反对者认为 禁令将使受害者不太可能分享有关他们遭受攻击的信息 并且将导致对这一现象的打击更加困难 反对者还指出 禁令将凸显潜在的不平等 并使美国的主要街道面临最大的风险 一位网络安全专家建议 禁令将是一种粗暴的手段 每次勒索软件攻击 对组织都有不同的影响和含义 尽管波罗的海港口停工 俄罗斯的原油流量仍然保持强劲 彭博社 尽管波罗的海港普里莫尔斯克的出货暂时停止 导致每周流量略有下降 但俄罗斯的海上原油出口在四周平均基础上有所增加 根据邮轮跟踪数据 截至12月17日的四周内 俄罗斯港口出货的原油量为每日328万桶 这比前一时期修订后的数字增加了每日8万桶 由于普里莫尔斯克的工作 每周流量比截至12月10日的修订数字下降了约每日60万桶 俄罗斯已承诺向其欧佩客家伙伴减少合并原油和产品出口量 使其低于5月至6月的平均水平每日30万桶 明年第一季度 俄罗斯将进一步减少每日50万桶的石油出口 使其低于5月至6月的平均水平 中国军队在与俄罗斯进行联合空中巡逻后 在黄海进行演习 南华早报 据中国国防部称 中国海军在黄海进行了演习 演习涉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北方战区司令部的一支舰队 包括一艘导弹驱逐舰和三艘护卫舰 演习的重点是导弹和海军炮火攻击 防空和海防演习以及侦察和反侦察训练 就在几天前韩国和日本紧急出动战斗机 以应对中国和俄罗斯飞机在日本海的联合巡逻 自2019年以来 中国和俄罗斯一直在东北亚进行空中和海上联合演习 自2022年以来 演习频率已提高到每年两次 马云支持的公司1.8米通过阿里巴巴的河马先生和天猫 开始在线销售 南华早报 由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支持的鱼农公司1.8米海洋科技 已经开始商业在线运营 通过阿里巴巴的河马先生零售连锁店和天猫市场 提供海鲜产品 该公司专注于可持续食品生产和农业 这是马云自2019年退休以来一直在研究的领域 目前可购买的产品包括冷冻黄鳝鱼和新鲜宜备 此举是马云扩展到新行业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 澳大利亚陪审团记录了对一名中国特工的首次干涉外国事务的定罪案例 美联社 一名越南男子成为澳大利亚外国干涉法案下的首个被定罪者 这名男子名叫Dissane Duong 被判犯有准备或计划进行外国干涉的罪名 检方便称 Duong计划通过与一位政府部长建立关系 代表中国共产党获得政治影响力 Duong的律师便称 他向墨尔本一家医院捐赠巨款 是真诚帮助疫情期间的一线一物人员和对抗反华情绪的举措 Duong面临最高可判十年监禁的可能 最后一个气候202 华盛顿邮报 华盛顿邮报发表了最后一期气候政策202通讯 声称2024年将是美国气候政策的重要一年 该出版物指出了三个关键趋势 离岸风电可能会卷土重来 彭博新能源财经 Bloomberg NEF的一位分析师预测 明年将通过合同和州政府征集招标 获得多达12.8级瓦的离岸风电 分析师认为 即使共和党控制了华盛顿 他们也可能难以废除的总统 瞧拜登的标志性气候法案 通胀减少法案 IoA 各州可能会继续在气候行动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密歇根州和明尼苏达州通过立法要求 各州在2040年前实现100%清洁能源 美国航母停靠新加坡 中国 菲律宾 日经亚洲 美国航空母舰塔尔文森号本周停靠在新加坡 因为中国和菲律宾之间的紧张局势继续加剧 此次访问之前 中国和菲律宾船只在南海争议海域发生了一系列小规模冲突 美国承诺保卫菲律宾作为条约盟友 尽管他们的共同防御条约只涵盖武装袭击 不包括射击水炮和碰撞的事件 塔尔文森号航空母舰是美国航母 打击群一舰队的一部分 香港恢复投资居留计划以吸引富人投资 日经亚洲 香港正在重新引入投资移民计划 以吸引富裕人士并恢复其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 根据修订后的资本投资入境计划 外国个人和持有外国居留权的中国大陆个人将有资格获得永久居留权 如果他们在非住宅房地产和金融资产上投资3000万港元385万美元 该计划将于2024年中旬开始接受申请 并旨在吸引该地区更多样化的投资者群体 由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中国经济放缓 香港一直在失去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 中国要实现农村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南华早报 中国官方媒体正在鼓励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到农村务农或创业 因为中国正在努力应对经济复苏缓慢和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问题 政府已经停止公布年轻人的失业率 但他们面临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 例如争夺政府工作 并警告说可能需要数月或数年才能找到工作 由于生活成本高 工资低 城市生活也变得更加困难 然而 要实现农村梦 仍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 包括农民收入低 城乡医疗服务差距等 香港将在亚洲金融论坛期间倡导多边合作 南华早报 香港将于1月24日至25日举办第17届亚洲金融论坛F 该活动旨在突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性 并将汇集100多位全球决策者和商业领袖作为演讲嘉宾 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3000多名参与者 主题演讲嘉宾将包括芝加哥大学的道格拉斯 戴蒙德教授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主席 杰弗里·萨克斯教授 家族办公室将是讨论的主要话题之一 因为香港力求成为家族办公室中心 新的香港资本投资计划 每年可能带来每年1200亿港元 南华早报 据香港金融服务及财政司司长许正宇表示 香港的新资本投资入境计划 有望每年带来1200亿港元 154亿美元的潜在收益 该计划将向投资3000万港元的人提供签证 但不包括房地产 其中90%的资金将投资于金融资产 如香港股票交易所的股票 许正宇表示 该计划与新加坡的计划相竞争 后者的门槛为1000万新加坡员 750万港元左右 预计有900万旅客将在节日期间经过香港 南华早报 预计香港将在圣诞节和新年期间 迎接超过900万名旅客 移民局估计 其中83%的旅客将通过陆路口岸进入 其余的旅客将通过空中或海上进入 预计最大的涌入人数将在12月26日 达到62万6千名游客 然而当局和企业正在努力鼓励 节日期间的本地消费 提供折扣 并增加装饰和活动来促进消费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常驻六度简报的观察员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了一些新人摘要 首先 甘肃地震已经造成127人遇难 700多人受伤 我们要为这次地震中的受难者 和他们的家人祈福 也要为灾区的重建工作加油 中国政府已经派出工作组前往灾区 全力以赴做好抗震救灾工作 接下来 汤晓鸥告别仪式高规格举行 许多人前来调研她的离世 汤晓鸥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和教授 她在人脸识别技术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突破 她的离世对科研界和创业者来说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此外 习近平总书记将访问毛泽东纪念堂 纪念毛泽东同志的130周年诞辰 这是一个重要的纪念活动 也是对毛泽东同志的崇高风范和丰功伟绩的铭记 另外 万达酒店发展公司董事会决定免去丁本熙的非执行董事职务 对于丁本熙失联和免职的传闻 知情人士表示是因为个人信息变更等客观原因造成 并不存在其他揣测的情况 此外 由于中国和菲律宾之间的紧张局势 美国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停靠新加坡 这是为了向菲律宾表达美国对其的支持 尽管美国与菲律宾的共同防御条约只涵盖武装袭击 不包括射击水炮和碰撞的事件 最后 香港正在恢复投资居留计划 以吸引富人投资并恢复其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 根据修订后的计划 外国个人和持有外国居留权的中国大陆个人 将有资格获得永久居留权 如果他们在非住宅房地产和金融资产上投资3000万港元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带来的新闻摘要 希望大家喜欢 如果你对这些新闻有什么看法或问题 欢迎和我一起讨论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广告 永远